我觉得美国的华盛顿 是很了不起 包括 我觉得西方有很多了不起的 这个了不起的人 都做出了一个跟生命相匹配的一个决定 就你不管你什么人 你都会在三万六千天灰飞烟灭 你都会死的 你说江泽民躺在那水晶棺里边 你天大的本事 你也不能爬出来了吧 是吧 有啥意义呢 对不对呀 生命 他灵魂是一场旅行 他旅行到地球的时候 可能是他最惨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旅行到地球是很失败的 人的灵魂离开了你这个所谓的载体 就是肉体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就是肉体 就是所有的这玩意儿 是吧 这都必然会消失 然后你从这灵魂离开以后 到另外一个空间去旅行 离开太阳系 黑洞系 是吧 这是个很快乐的事情 你应该放下 这就像你每天你排的便一样 你吃进去的是肉 多好啊 什么饺子啊 馒头啊 什么牛排啊 你不管吃进多好 这就是你的人生 但你吃到肚里 经过消化 就是我们人生的旅程 排出来都是便和尿 你会一直盯着那个便 那个尿看吗 觉得好吃啊 你留在这里吗 你会把那便尿在吃上 不会的 便和尿就是你的尸体 就排出去的东西 你的灵魂会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就像你一个人一样 你提上裤子 你会去第二次 吃第二次第三次 可能吃肉 可能吃粮食 是吧 但是你竟然在 为了这个 你排出的自然性的便 你在这 跟你勾身一下子 你多无知啊 是吧 他没有境界嘛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在任何看透 放下生死 和生命是有时间的 人生无常啊 是吧 整个日行云落 日起太阳落下来啊 阳起阳落 它都证明了一个规则 我们所在的生活中 它是有时间 有维度 有开始有结束的 有生有死 它就是个自然现象 你不去接受它 那是你的无知 当你把这个接受以后 什么名和利益 跟你有什么关系 每个人 你现在拥有东西 最后都不是你的 没有一样是你的 对吧 每一样名都不会 历史上有成千三万个 所谓国王皇帝 你记得几个 你记得有什么用 跟他有啥关系 所有的皇宫 什么教堂 是不是 土地 过去的主人 你还记得几个 有用吗 对吧 放下这些东西以后 人应该把无偿的人生 看成一个旅途 那么咱们新中国联邦 最重要的是 给未来我们的子孙 建一个海外的 真正的 安全的 有法律的 真的跟西方的文明 和东方的历史和文明 能撞出来一个新的文明的 方式的这么一个军体 叫新国文明 而且我们新中国联邦 追求非常简单 信仰的自由 有法治 对吧 这非常重要 有民主 一人一票的选择 而且既不是 纯粹的资本主义 也不是社会主义 我们要追求的是正道主义 这就是我们想追求的 对吧 兄弟姐妹们 而且这种追求 既现实 又能做得到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我们新中国联邦 未来最核心的 大家就是 互相找到好人 和互相摩擦出来的 一个正道主义的 细字的规则 更重要的事情 让新中国联邦人 在海外 真的是 有足够的财富 足够的能力 而不成为人家的负担 是吧 中国人未来 我们新中国联邦人 是各国 就像日本人 新加坡人 香港人 台湾人 走到全世界 受人家尊重 欢迎的人 而不是拒之一千里之外 看着讨厌 听着害怕的人 是吧 那要靠实力 靠教育 靠你的文化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建设新中国联邦的文化 宗教信仰和社群模式 这是七哥一生的追求 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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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河里有七哥